大家好,一星期一集的《塑造人生教学馆》再次与大家见面 我是魏远老师,你们好 今天同样的老师会有一个案例 通过数字和名字去教导大家 看看这个名字和数字如何去影响着您的人生 有句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当然,我们出来社会工作,其实最主要的是人际关系要好 有贵人的辅助,有倾盆汽油的帮助 那我们做起事来就能够事半功倍 所以在这里,老师会利用一个案例来和大家一起去探讨 到底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怎么样去影响着我们 这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景棠 生肖是老虎,然后五行是鼠木 大家看看,这位朋友他的数字是五号 这是他的性格数字 而他的组值呢,就是二、三、五 意思是说,这位朋友在讲话方面呢 通常都会比较的急,而没有好好的去思考 因为数字里面呢,他也有一二三的组值 一二三就是说,讲话非常的直接 然后呢,他本身呢,在做事情方面呢 都往往会很多的犹豫不决 常常做事情不知道其实要选对什么 虽然他是一个五号的人 但是他都有一个一一二数字犹豫不决的这套数字组合 你再看,这位朋友呢 他其实在三角形里面 他所缺乏的数字 同样的,有一个四号 有一个六号,七号,八号和九号 所谓的四号就是说 你看,这位朋友刚刚老师有讲了嘛 他讲话很直接 做事情很犹豫不决 原因是在于呢 他缺乏了四号 四号是一个组织,一个计划 还有一个学习 这位朋友如果在这场上 做得很好的话 那他必须去改善自己的一个沟通技巧 就是学习更多 把所学习到的呢 转换成智慧 那他就可以赢得别人对他的一个关心 还有他的贵人就会比较的好 因为呢 他数字里面没有七号码在三角形里面 然后也得不到家人的帮助 所以你再看 他的数字其实很多的意 也代表很多时候 他做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 不停不停的去努力 数字中大家也有看到 在他的三角形内 他有缺乏了八号 就是说这位朋友其实呢 做事情呢 也在对家人的责任呢 一定要有 那他才会得到家人的认同 其实最基本的 如果我们从数字来看呢 是因为这位朋友的一个说话的技巧了 好像刚才老师所讲的 就是因为他做事情没有很有逻辑的去想去做 还有没有经过计划 往往呢就造成他三角形外面的八七六 就是给到了他身边的人很多的压力 所以无形中呢 他的贵人的出现也会逐渐的减少 接下来我们去看看这一位朋友的名字 他叫做锦唐 锦字呢 名义就是代表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那个事业啊 感情 还有我们的贵人方面 所以这个锦字呢 有两个金 白色是属金 金色也是属金 而还有一个就是毛金的金呢 是代表彩衣 其实老虎这个生肖呢 他本身喜欢披彩衣 因为当他能够披彩衣的时候 就可以升级 所以你其实可以找得到 7号在他的数字组合里面 这名其实他是有贵人的 但是就是因为两个金在名字里面 就金刻木 而这出现在他数字里面的贵人 其实呢都绑不到他 所以这位朋友 如果他要改善他的人际关系 从数字来看呢 他真的是要加强他的沟通技巧 那才会得到贵人的认同 肯定这个名字一定要把它给改掉 才能够帮助得到他 然后第二个名呢 就是我们的名二 名二主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财富 和有腰部以下的一个健康 那老虎遇到口 因为堂里面有一个口 老虎遇到口就会有受伤 有牺牲的一个现象 而还有一个土在名字里面呢 就是木就是克土 所以这位朋友呢 其实在管理财富方面呢 都要 懂有一个技巧 所以呢 在数字里面 他没有嗜好的话 这个正是他应该去学习的 如何去把他的财富给管理好 那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 所以呢 讲到这里呢 其实名字和数字 怎么影响这一位朋友呢 老师已经大约的跟大家讲解了 那接下来的下一集呢 老师会继续的跟大家讲解 这位朋友的这个数字 如何去影响到他的健康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